色情海龟汤 请问 有一天小迪走在路上 他捡到了一个红包 捡起来打开了 看到里面是阿强的照片 然后小迪就跳到淡水河了 为什么 我只会回答你们是或不是 小迪是自愿跳下去的 自愿的 小迪跟阿强有一段情 我不知道 你们要轮流发问 小迪是裸体的吗 是 那我看到照片的时候 是裸体的吗 不是 所以看到照片的时候 不是裸体 但我跳的时候是裸体 是 请问阿强在世吗 在 你的在世是在室内的事吗 那个在世 不是 不是 这我就不知道了 就这样解释 你在世吗 这个尴尬了 不是哦 在世是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吗 你活在 这好哲学哦 但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小迪有女友吗 小迪 无关 跟这个故事无关 我只是代表一个粉丝 想要问这个问题 开机说Q&A 我知道了 请问照片中的阿强 也是裸体吗 小远在这 是是是是是 小远在这 好了 好就是这样子了 我觉得这样会很好笑 不是啊结局是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用的没有结局啊 这故事会怎么发展 就看你们怎么问 呵呵呵呵 靠腰 好这结局是怎么样 小迪为什么会跳 问小迪啊 你问我干嘛 哈哈哈哈哈哈 听在这好了 听在这好了 对啊 想跳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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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小迪你自己人回答 如果今天是你 你看到阿强 照片拿起来的裸体 为什么你会想跳下去 哈哈哈哈 你说如果我自己回答 对 如果真的是 小心哦 我本人在哦 对因为那张照片是我帮她拍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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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哦被流出了 我想哇 我对不起她 我刚才是这样想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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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在你臉之中連連的線 真的很屌 哇 connecting the dots 好 歡迎回到攝影小朋友 我是施葛 我是小滴 我是阿強 大家好 歡迎回來 你怎麼聲音變這麼扁 我想說 每次開頭都要有點不一樣 耳目一新的感覺 像是換了主持人一樣 今天我的精神又還不錯 因為下午喝了一個綠茶 好廢喔 是不是這樣 不是啦 施葛每次都要自我鼓勵 我今天狀態很好 精神不錯 對 我都要先喊話一下 對我的身體喊話 你今天很棒喔 就是有點像 你早上起來會對鏡子說 你真的很棒 你要加油喔 你今天精神狀況都很好 對 但殊不知 你們看我可能都不 他黑眼圈 對啊 已經要到下巴了耶 基本上現在正在下巴 那已經是他的標配了 對啊 這不是選配 已經常住在那邊了 你們應該沒有看過 沒有黑眼圈的我 可能一年半前有吧 你就這樣這樣 一年半前可能還衝光滿面 說到這個 我們前幾天有看到那個 大家還記得那個 漢堡神偷啊 然後乃希大哥 然後還有麥當勞叔叔 就是我們 對 我們那天赫然驚訣啊 你如果去看漢堡神偷 就是我本人 對 而且因為漢堡神偷 有的眼睛周圍都是黑的 對 那就是我 我的狀態就是這樣 我完全不用帶任何的裝備 我就是長這樣子 乃希大哥呢 猜猜看是誰 幹 猜猜看是誰 幹 一模一樣 我跟乃希大哥還有一個分身 是派大星 不是乃希大哥 對 乃希大哥跟派大星 差在顏色而已 紫色一個紅色 不同種的那個海星的感覺 沒錯沒錯 那天阿強發現 乃希大哥的眉毛 跟小笛超像 不可否認真的有點像 真的有點像 就那個樣子 真的就是不在乎世俗的模樣 那大家一定會好奇 那阿強到底像哪一個呢 阿強其實就是像麥當勞叔叔 不是大鳥姐姐喔 然後麥當勞叔叔 因為他的頭髮的那個髮型 跟麥當勞叔叔 基本上是一樣的 麥當勞叔叔是一個小丑 他看起來沒有開心啊 我也是一個小丑 我們身份上有小丑的自我認同 沒有 你們都有帶給大家歡樂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OK 主角耶 沒有被安慰到 裡面是主角 沒有被安慰到 就像色情守門員 你是主角一樣 而且麥當勞叔叔 會穿那個紅色鞋子嘛 就是那種靴子 因為阿強 我記得有一雙也是黑色的 靴子嘛 然後我覺得鞋子蠻大的 就更像麥當勞叔叔 對 但就是給聽眾一點想像啦 因為其實蠻多聽眾 可能會來私訊我們說 就很好奇我們長什麼樣子 畢竟我們至今還沒有露過臉嘛 那其實我們到時候 也許可以發這張照片 這就是我們三個人的合照 這樣 這個90%跡象 真的差不多是這樣 至少小提我 我可以確認是百分之百 對對對 講別人就這麼爽 對講別人就可以 對講就不說話 好勸躁 真過分 可是其實 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武漢肺炎已經大概兩年了 對啊 這話題這麼特別 我就因為 好像前 我就突然看到一個什麼吧 反正這2019 12月開始 已經快要 已經快要兩年了 時光飛逝 喔 欸那這兩年你們有什麼心得嗎 我只是好奇 我是覺得 你在剛剛一講 我覺得時間過蠻快的 這兩年就消失欸 莫名其妙 對 我也是覺得是消失欸 因為好像在這段期間內 你的所有娛樂什麼 都被剝奪了 可是對啊 可是台灣是後半段啦 後半段才真正的剝奪 前半段還蠻開心的 媽 我不知道 好像還算開心 我記得 我們還是 對啊 我記得去年好像還有 還去酒吧欸 還去露營 還有出國 對啊 喔你們去澎湖 澎湖是出國嗎 澎湖是在 對啊 沒有啦 我有去沖繩啊什麼的 跟之前的時候 對啊 欸你是武漢飛行 還有去沖繩喔 沒有啦 武漢飛行之前 喔我記得 那時候是對 剛好去完沖繩回來 然後過一個兩個月 就開始爆了 我真的說就是 哇大家現在應該 開始在回憶這兩年 自己做了什麼吧 沒錯 然後因為剛講到露營嘛 然後現在想到露營 我唯一的畫面就是小迪穿一個很近的 很近的 哈哈哈哈哈哈 對瑞奇馬丁 瑞奇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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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本來他那個真的是一個很近身的 對 就是黑色的那種發熱衣 然後配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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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我們十幾個人 然後我們就去 好像是 欸那邊是哪 苗栗嗎 去苗栗一起去 自然圈 什麼什麼鎮 自然圈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那天其實蠻好玩 大家都喝得超級醉 然後也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後來就是到了洗澡環節 然後洗出來突然間來一個 小迪穿一個V領 然後緊身 然後黑色 然後就整個人狀態 就是瑞奇馬丁 然後他就開始整個跳起來了 真的熱舞 對 把大家帶到另外一個狀態 就是你已經不知道在幹嘛 又進入到一個不知道在幹嘛的狀態 他也喝嗨了 雙重不知道幹嘛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前幾集有講到 反正小迪喝醉真的是一件很讚的一個 娛樂 對 舒服 他自己舒服 我們在旁邊看的也很舒服 真的真的 加一 喜歡 希望我們盡快可以有機會再看到小迪的這個狀態 可以的 可以喝酒了 是嗎 可以嗎 你確定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現在身體好了 神功護體 神功護體 雖然上禮拜一度覺得要中Delta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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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對 這個也可以 我覺得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上禮拜小迪錄完就進入一個悲觀狀態 因為那天小迪 上禮拜有發現說小迪其實鼻印比較重 然後他其實那天好像一直流鼻涕一直流鼻涕 一直流鼻涕流不停 然後他甚至在結束Podcast在那邊擔心自己好像神功護體的那個破功了 金鐘罩被打破 他那天才去板橋的一個市場 為了要買一個壽司 生魚片 那個市場 因為板橋是算是蠻多確診的嘛 然後再加上 市場不是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比較危險的地方 但他就為了吃 那個市場其實有 之前有確診過 但蠻早期啦 就是不是近期 就是那個市場有被封 封起來過 就是有確診個案 他還是要去買一點水果啊 所以我在那邊挑那個葡萄柚啊 柳丁啊 那邊有一家生魚片太好吃了 他一片只要10塊 質感又很好 所以我就在排了一個隊伍 大概6、7個人 然後就回家了 然後回家 欸我鼻子又塞住了 就感冒了 我鼻子就塞住了 就感冒了 對那我就開始量體溫 唉唷 37點多 然後月量越高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還量到38 原來你有量到38 你這部分沒有分享欸 這一段我不知道欸 好像是一些角度 然後或者說什麼 我手太熱再摸到額頭 我一直覺得應該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我想說神功復庭應該沒事吧 而且怎麼可能這樣就中了 所以結論是 只是一個小感冒 但是我結論我 我那時候好像心情是蠻雀躍的 有點複雜 因為如果是Delta 其實有點可怕 但我就想啊 那我中Delta了 我還能工作嗎 想必是不行 那我可能就先 我先蓋牌囉 投屁了 各位同事們 蓋牌了 我蓋牌了 有一種解脫的感覺 對於社畜的最終解藥是得到萬肺炎 其實也是一種很左傑 我就中了 不然想怎樣 所以其實你是不是 現在就是一直趴趴走 你內心是有一點渴望 想要中標 原來是這樣 如果深層分析的話 我潛意識 會不會就是這樣想 潛意識一直很想要接觸到 你終於可以就是感覺 但好像目前一直沒成功 哈哈哈哈 靠北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只是跟小要中投獎的人 然後一直沒中投獎的概念 對對對 都不會中 嘿 這心態就對了 所以你反而更不容易中 然後你隔天就好了 呃 好很多 後來就沒事了 哦 對 OK啦 只是一個感覺這樣 哈哈哈哈 就是一個身體上的一個 不適感這樣 好的 那 所以小迪 對 平安的度過一週 對 從上禮拜的那個 低潮中走出來了 那阿強咧 對 今天 其實鏡頭一打開 就發現阿強今天很不一樣 哎呦 他說那叫做耳圈染 請問聽眾們知道什麼叫耳圈染嗎 我知道 他剛 我剛被屌嗆一番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是耳圈染 他在那邊做什麼 不是他老人不知道耳圈染什麼啊 我們台女必備 髮色 哈哈 台女必備 我們一定要來個耳圈染 對啊 那結束了 好吧 再見 然後 對 我想 我想問 因為我跟十高 現在頭髮也很長 我們也可以來 適合耳圈染嗎 如果你們要有人幫人染的話 我可以幫你們染 真的 因為我是自己染的 阿能看嗎 對啊 我自己染的 但我的就亂七八糟啦 但是我幫別人染 我會認真染 亂七八糟 所以我耳圈染可以做到說 我就是平常看起來是黑色 然後下一個話題 下一個話題是 十高 十高你這禮拜過的怎麼樣 哈哈哈哈 我真的第一次聽到 欸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 你們最老人啊 我已經不想講你們了 一般人真的都知道 年輕人都會不想跟那個老人解釋 欸對對對 我們送往google啦 好啦 你們看韓劇有一堆女生的頭髮 都是長這樣啊 對吧 是吧 反正如果你們有染髮需求的話 我會幫助你們的 但是一個人收費三千 我剛剛聽到了三千嘛對不對 嗯 真便宜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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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好上網看到了 其實蠻漂亮的 試情況折扣 兩千八 好的 沒問題啊 那絲高過得怎麼樣 我還可以啊 我一直都過得還不錯啊 精神就是我很棒啊 彷彿有點危心之論 我不相信 對啊 你有時候 你總是要面對你自己心路 你說說看嘛 多好 你要先 我跟你講 你要先有病識感 你生活才會 病識感 沒有給他一個機會 你過得多好 你過得多好 你說說看 有什麼案例啊 對 我上禮拜吃了花生醬漢堡 我覺得哇靠 這漢堡也太好吃了吧 所以代表我還有一點 我還是有感知有快樂的 嗯 小滴醫師你怎麼看 怎麼診斷 病人 病得不輕啊 好啦 對啊 其實所以我就覺得 我上禮拜算是平平淡淡的上班 對 我就是一個平平淡淡的上班族這樣 那你在剪什麼支架啊 哈哈哈哈 他不剪什麼支架 哈哈哈哈 好不爽哦 我剛剛 哈哈哈哈哈哈 幹 超不爽 你剪個一兩聲的聽一下 Glissback OK 我剛剛 我剛剛咬到我的支架 然後 不小心咬到 然後所以就很痛 所以我很想把它剪掉 然後所以 讓我剪個支架 等一下 好啦好啦 那聲音聽到 就這樣開始剪架 我那是意外 我沒有想要這麼 我沒有想要小笛話 我剛剛那是一個意外 小笛話 笛話 笛話街 乃希大哥話 恩恩 恩 利優 喔喔喔喔喔 恩利優 喔你媽個頭啊 喔喔喔 能帶我去西晶 喔喔喔 恩利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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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快點啦 你不是要念留言 來自老爸取暖互助會的李楊 李楊 他說了喔 這是Podcaster喔 他說在車上放給全家人聽 小孩還會跟著阿強哈哈到笑 覺得溫馨 他那個溫馨 然後他的標題 是哪個溫馨 溫義的溫 然後超車的心 欸我是絕對不能讓你小孩聽的欸 然後他的title打 適合合家收聽的優質節目 我絕對不行 這點我算是百分之百認同啊 我絕對不認同 小孩從小聽射警守門員 你小孩會變得幹幹叫欸 不行不行 小孩成年嗎 這是什麼問題 小孩應該只有三歲吧 小孩幾歲啊 對啊 喔三歲喔 我不知道欸 應該是小孩子 不能啦 欸我可是在我爸媽面前 很閒少說這樣話的喔 所以就是 我會有那個開關 你幹嘛一度哽咽嚥 不是 你哽咽個屁啊 喜歡說什麼 喜歡做 做幹 夠水 好 謝謝老爸互助會的李楊的五星 那我們這個節目真的不錯 然後謝謝 來自另外一個Podcaster的祝福 能夠被注意到我們感到很幸福 謝謝您 沒錯 謝謝你 Thank you 好 然後天竹鼠車車他說了 他也給我們五星 他說喜歡打喜歡 笑最多打笑最多 眼睛貌愛心 阿強某集嗆某人在Clubhouse 開什麼網路行銷 的那段 BB完全聽得出來 你們在講什麼 超好笑 第一天遇到就愛上你們 然後他的title叫做 一天聽十集 哇 謝謝天竹鼠車車 一天聽十集這樣是500分鐘 500分鐘 幾小時 60 等於 68 12小時 8小時嗎 12嗎 欸 8小時 8 欸幹另外一個12 你是故意的吧 哈哈哈哈 看你有點障礙 嚇嚇你 哇 8小時 你是不是上班一整天都在聽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這樣好像蠻療癒的 就是如果他真的覺得好笑 不錯欸 好讚喔 舒服 謝謝天竹鼠車車 你一天聽十集 沒錯 對 那喜歡打喜歡 喜歡打喜歡算是我們 大概五集前 一個蠻好笑的梗 後來都沒有人離開了 拜託大家喜歡打喜歡 看到覺得好溫馨喔 整個感覺都來了 小迪打小迪 都立起來了 唉呦 小迪打小迪 就是自己打自己 所以小迪在 打手槍 沒錯 哈哈哈哈 小迪在打乃琪大哥 沒錯 就是這樣了 然後反正 我們表單啊 有收到EM9AY 他又出現了 又是他 他說 以後女友上床 餵他吃零食 能不能增加他上床的機會 哈哈哈哈 真的很苦欸 哇欸 這行為治療學派這樣 哈哈哈哈 行為治療學派 這叫制約你知道嗎 就是 那都會誘惑他 喔 你說說看 喔就是心理學上 有個叫行為 行為學派啦 那行為學派 想求就是賞跟罰 基本是這樣啦 就是你做的好 我給你吃棒棒糖 啊做不好 我可能拿鞭子打你 就是可以養育他的行為 例如說每次 可能做那個行為 就給他吃棒棒糖 那他就會 喜歡那個行為 他就會上床 這樣 對對對 好啦 我目前訓練高高的情境是他真的有越來越常上我床 但是他也是通常吃完零食就會逃走 所以 啊 游喜參半 對 你可以嘗試看看 對 行為可能會配合 但那個心有沒有配合我不知道 對對 就難講 吃完就走了 但的確是上來的次數有變多 然後有時候他如果心情好就會待在那邊 我覺得很感動 哎呦 但就是大部分時間他還是在他原本的地方睡覺 你可以嘗試看看 然後再跟我們分享你實驗的結果 可以耶 反正你好像就是一直來跟我們分享 然後我們就跟你說你嘗試看看 然後 你再跟我們講你的結果如何 加油加油 就祝你早日 那個床上的生活會 就是幸福 不錯耶 幸福美滿 喜歡你 我已經從之前想要被捅 然後到現在開始想要 就是找回女友的愛 然後 希望你們早日生活美滿 不錯耶 我喜歡他 哈哈 我喜歡這小子 喜歡這個小子 因為他會一直跟我互動 我覺得蠻好的 好的 那謝謝我們以上這幾位聽眾的留言 那 總結一下 反正我們的節目小孩子不要聽 未滿18歲 說不定你的小孩19歲 那就可以聽 喔沒有啦 可是我們也有一些高中的聽友們 高中可以聽啦 可以啦 畢竟高中 都家觀賞 不是你們都說 國中就開始抽菸了 高中才沒在怕勒 是吧 好啦 好像是可以 其實國三要聽也可以啦 國二好像也可以啊 因為男生可能 不知道國幾就開大 不是國小嗎 所以 繼續 喔 小六吧 小六可以吧 喔 欸 小迪 莫非 小迪 哈哈哈哈 國小吧 是小幾呢 那小迪覺得小幾適合聽咧 我覺得小三小四好像可以聽咧 喔 小三小四 哈哈哈 好的 謝謝小迪的分享 OK OK 我都是學我歌啊 對啊 嗯 你不要 哈哈哈哈 好的 所以我們就是定位啦 我們就大概小三小四 可以來聽我們節目 是一個很適合的年紀 在探索這個世界的時候 聽我們節目會加速你的探索 反正你遲早都是要講張話的 你只是要學好那個鎧關 怎麼收 就是收晃自如 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事 沒錯沒錯沒錯 好 然後再來也是很謝謝大家 喜歡我們就是一天聽10集 那我們一天最多照這樣可以聽20小時可以聽30集 那就加油囉 你剛數學算好快喔 24小時可以聽30集 哇你怎麼算的啊 你可以跟我講你那個邏輯流程嗎 你是我參加朱宗慶 因為剛剛 新算班 什麼 朱宗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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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等一下 朱宗慶是打擊吧 對啊 哦哦哦 而且我突然 我想起來 你上次講朱 朱宗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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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阿強講他去朱宗慶 學打擊樂 哦對 欸我突然想要有一件事 就是 你們還記得粉紅虎嗎 然後粉紅虎他就是 私訊IG私訊我 他說我的聲音跟 我們這一家的橘子很像 哦哦 橘子 然後所以 你們有印象嗎 你們對於橘子 我好像沒印象欸 就很厲害啦 問題是 你有忙到要被學分秒必正的地步嗎 啊我知道了 有像嗎 選我選我 你說 你說 你在唸 你在唸新文的時候很像 哦 哦 對 很像 是嗎 原來是這樣喔 因為你在唸新文的時候 會比較有一種戲劇的 好吧 那粉紅虎 你能講一次分秒必正的地步嗎 對你用那種唸新文的感覺在唸 有到分秒必正的地步嗎 有像嗎 好像太刻意了 好像還不錯 哈哈哈 你可以退下 哈哈哈 晚一點唸那個色色新文的時候 可以再聽一下 哈哈哈 好的好的 那我們謝謝高橘子 帶解之名 橘子也跟朱世青有關啦 朱宗慶 我是不會這樣想起來的 不對啊我們剛剛在講 哇你怎麼算那麼快的啊 你為什麼算那麼快 沒有因為你剛剛講八十 他十集 我就記得你說是大概八小時啊 所以一天二十四小時 就是八三二十四 所以十乘以三就是三十 你好聰明喔 哇神童欸 你超會算欸 哇 大家算太神童 你剛剛講得太超破了吧 哈哈哈 他沒有開心欸 哈哈 這個算術界的凌云爐 欸 你剛剛 什麼啦 誰是你 誰啊看 哈哈哈 奧運的 銅牌 凌云爐 哦 哦 我剛剛沒聽清楚 我想說什麼 林心如還是什麼 欸 十乘三 哇 哇 好啦 看這個 不要讚嘆這麼久 我這樣覺得很丟臉 拜託 很聰明 對啊 怎麼可以算那麼快 因為你這樣 三十 哇 你首先要先八三十 喔 哇 他是走一個路徑 你知道嗎 他用別的路徑來達到 他不是像 我認真就是一步一步 他是就是 馬上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所以他就知道從哪裡 哇 嘿嘿嘿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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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我們一起去租中慶吧 咚咚大咚咚大咚咚 咚咚大咚咚 嘿 好的 謝謝以上這位 這些聽眾的留言 那其實給我們五星 我們都很開心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互動 一起分享我們的生活 沒錯 一起算數學 哇 八三二十四 哇 還在算 不要再算了啦 好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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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杯 太大杯了 好了啦 超大杯 好了啦 檸檬紅茶 就是這樣 會不會太大杯 好的 那你來接色色信箱吧 好的 我們的色色信箱又重啟了 沒錯 我們本集色色信箱有一則 我覺得非常棒的投稿 對 哇又來了 沒錯沒錯 好久沒有色色信箱啊 我好期待啊 色色信箱的音樂是什麼啊 我忘記 好像沒有是不是 色色色信箱 哦 什麼 是這樣嗎 好吧 好 反正那我要來開始念了 就是他 好的我聽聽看 他說 守門員你們好 不知道你們最近有沒有看到很紅的飛 我決定我要喝個水 那我今天 欸他好像橘子喔 蛤 撒小 撒小 這樣像黑龍 欸你的衣服是Nike的欸 我第一次看到你穿Nike的衣服 一個勾 他不想接這個話題 呵呵呵 想要折住 他Nike算是運動啊 喔說到運動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 阿強運動很好笑的故事 那反正用講的應該 對他影響不大啦 總之有一陣子 我跟我們三個人 有去上空中瑜伽課 對 然後就是真的會 飛在空中的那種空中瑜伽 然後那時候 因為阿強的核心非常的差 然後他就很常 從那個空中瑜伽的布上面摔下來 那其實蠻危險的 但是也蠻好笑的 所以那時候養成一個習慣 是有時候老師特別指導他的時候 我就會在旁邊拍影片 然後想要把他記錄下來 然後隔天給其他人笑一笑這樣子 然後殊不知有一天 在做一個比較高難度的動作的時候 剛好那個兩腳要開得比較開 然後就在那個開的那一瞬間 因為阿強都穿一些比較薄的褲子 在開的那一瞬間 那個褲子就裂開了 所以你一直說 一件褲子裂開了縫 他們操他媽沒品 我跟你講我褲子破掉 而且還是破掉就是那個 兩陰的正中間 兩陰 喔不對 那兩陰請吧 反正兩腳的最中正中間 就是破在那邊喔 超他媽 他們那個影片 我跟你講我至今高度懷疑 影片沒有刪掉 我猜影片還留在哪裡 好尷尬喔 那部影片很屌 對那個就直接破掉 然後那個 這樣很尷尬 我跟你講那個影片 我可以發誓那個影片 他在破掉那一瞬間 我就沒有再繼續看了 因為太尷尬了 因為那個破就是破到底庫去了 那真的很完整 我真的太害羞 我不敢看 幹 然後你就把那個影片到處散播 我剛才到現在一定一定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影片欸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唉呦 所以以後我們上 PornHub會看到 知名Podcast主持人 庫底春光 所以裂開就對了 裂一個縫 哇 對 我印象中是破掉 對 是 是 超破 就是你直接看 然後重點是 因為那個動作就是 他在破掉那一剎那 其實阿強完全沒發現 那其實我在當下錄 我也沒發現 因為我就一直在看阿強的表情 然後後來是不知道怎麼樣 誰發現了 就是哇 他整個 他其實已經整個 褲子已經大概這樣分離了 好像宰相啦 才有人發現 欸 看你褲子怎麼破掉 因為那天 我跟你講 那天空洞瑜伽 只有三個人 可是不是我石膏跟小弟 是我石膏跟宰相 鐵蟹宰相 是我們的一個同事 對 喔是喔 對啊 我記得那天只有我們三個 然後因為其他人都沒有去 我在猜應該是宰相發現的 我有點忘了 對 然後阿強好像發現 褲子破掉那一刻 他因為他還在卡在那個 空中瑜伽的繃帶上面 他也下不來 喔 所以那個 太尷尬了 我 真的很屌 我跟你講 這可以當米片咧 如果 被散佈 你給我閉嘴 你給我閉嘴 我真的是 我自己講可以對不對 別人可能不能講 就你 你不可以講 你不可以講 對啦 是這樣破嗎 怎麼了嗎 反正我已經 對我已經有點忘記 當時的情況怎麼樣 反正我記得 那個影片到現在 一定還在誰的手機裡面 肯定有在某個人的手機 雖然我那時候 好像被叫他們閃光光 可是肯定 肯定一定還在某處 欸我那時候 我記得我在你面前把他刪掉 但我猜你應該google 雲端上 那我怎麼好像記得 有誰給我看過 就是反正 不是我傳出去的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 太尷尬了 我他媽就知道是誰啊 對 就是對 你知道我們平常很喜歡 跟阿強玩 然後捉弄阿強 然後我們甚至也喜歡 就是互相 就是拍一些很欠奏的影片 但因為那部影片太屌了 已經超越我那個道德界限 我知道說看這個不能看 我那褲子真的破掉 而且你就是會看到內褲 對沒錯 那個真的 太破了 內褲 內褲不是 好了我沒有要問 喔好破 那個真的好破 對總之這個是 我們那時候空中瑜伽 一個非常棒的插曲 然後那空中瑜伽 我記得上完 其實可以之後再跟聽眾分享 後來我們開始上拳擊課 然後阿強被打倒在地上 又是另外一些故事 我有被打倒在地上喔 我忘記了 這個我已經沒有印象了 反正 好的 那我們回到你的故事了 為什麼剛剛會講到 空中瑜伽 我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好吧反正好 色色性香來吧 OK 說守門員你們好 不知道你們最近有沒有看到 很紅的肥宅用語 騷擾女生事件 如果你們不知道的話 我就先稍微解釋一下 是什麼情況 其實就只是一個 不會跟女生互動的宅宅 在沒有明白女生的暗示下 一直自我感覺良好 但其實只是在騷擾對方的互動 然後之所以會爆紅的原因 是因為對話太多我們既定的肥宅用語了 比如說像是wwwwww 或者是會 潑湖笑 潑湖茶 潑湖摸頭 或者 嗯 這 嗯 是嗯 嗯 這類的 恩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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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類的 一直參與日常對話 但是看到這件事 讓我想起了高中的慘痛回憶 哦 噢 噢 那時候高中剛開學 我莫名其妙被老師逼當副班長 所以我就得負責點名啊 班上有一個同學 就是既定印象的宅宅 就臉書名字會有零的這一款 那時候 因為他沒有在座位上 沒點到名 所以他回來的時候 我就問他 你剛剛去哪啊 結果他好像覺得有人跟他說話 眼神整個發光 之後我每次點名看到他 他都會瘋狂揮手 一直對我笑 這就是我悲慘事件的開始 哦呦 這是開始 我每次只要轉頭跟他對到眼 他會一直對我笑 笑到我心裡發寒 也會一直臉書私訊我 我沒理他 他也是一直密我 說不知道為什麼 就想只叫你後面兩個字的名字 因為那時有打囉 他也會一直找我 但其實我不想跟他玩 因為他很爛 但最最最最最 讓我受不了的事情 是因為他會一直故意經過我 然後會用身體碰我 我真的太不舒服了 所以我就去告老師 請老師幫忙處理 老師後來有把他位置調原 但事情真正的結果 其實是我把他叫出來單挑 其實也不是單挑啦 就是一些 當時聽起來很嗆辣 但現在聽起來很弱的話 比如說像是 我警告你 不要再用你的身體碰我 你這樣只是讓我覺得很噁心 後來有點忘記事情 怎麼結束了 反正他就轉學了 大概轉學一年後吧 他用臉書私訊我 我為我之前的不承受道歉 也已經過了很久那 希望你能看到 當時我想 這個痛苦的回憶 至少可以做一個了解 所以我回了個笑臉 想說就這樣吧 結果他回我 那你可以回應我的交友邀請嗎 還是想要 make a friend啊 哇好斷喔 哇起承轉合 起承轉合 真的就最後還是這個很屌欸 但我想說先跟大家講一下 怕大家 因為我後來就去查了一下這個新聞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嗎 我好像有跟到一點點 对就是说本来是一开始在PTT上先分享说 原来真的有这种动漫恶哉在骚扰女生 我看那个截图他就是会说什么 你看动漫吗 WW扩湖参笑 然后女生回说点点点偶尔会看 然后他就说妈 那我们很合呢 WWW扩湖摸头 有男朋友吗 扩湖差 好讨厌 嗯没有耶 然后那男生就说妈 那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WWW问号扩湖歪头 女生说可是我们根本就不认识 笑死这样超怪的 男生说 嗯扩湖俯儿 骂先交往再慢慢认识也可以吧 WWW扩湖参笑摸头 差不多就是这种音乐 哇你一直WWW好像什么暗语 那么是什么 www.google.com 我跟你讲这是实稿 我那时候在那边学WWW 就他就回我 WWW.google.com 我输了 无语了 这真的 哇这个是不是 我们讲源头 他可能是从就是日本的一些网友 网民们的一个 常常会出现的 就是这个WWW 对啊 WWW好像是会 可是那个 就是笑的意思吗 嗯 然后 霍湖 颤笑摸头 我就不知道是哪来的 对 我记得以前我们都会用茶 或者是烟 就是类似这种 我好像比较常用烟 哇烟 就是这种 有一段时间好像很常用 你是不是没有想要说的话 欸我有个好奇想问的 对 通常这种行为嘛 就是大家会说 哦 人帅真好 人丑性骚扰 嗯 然后或者说可能同一件那个 那叫什么 汉衫 然后穿在陈冠希身上 跟穿在那个流量汉身上会差很多 反正就是一个帅哥跟丑男的差一样 哦 但我在想如果今天 说一个帅哥好了 可能最近比较红的 好像瘦子好了 或者说我们说冠希 或者彭于燕 如果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打字的方式 就在女生看来会觉得 会可爱吗 还是说其实也是蛮忍忍厌这样 首先瘦子不会做这件事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他可能会说 跨胡摸头吧 这样可以吧 这样感觉会重 哇好可爱啊 我觉得要在情境下 因为他那个跨胡作舌的什么动作 真的是每一句话都做 哦 太多了 我觉得如果是帅哥的话 或者是你们 你们会懂得去如何摸那个 就是那个尺度 就是你会知道说话的仪移是怎么样啊 测测看啊 这样 就是因为这是肥宅版嘛 可是我觉得他的那个核心宗子 其实就只是男生没有get到女生的 哦 已经有 对啦 其实就是男生没有明白自己的界限在哪 分寸在哪里 就是没有明白那个说话艺术 然后因为你们受欢迎的人 就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学习到了 是吧 哦 对啊 对 你说的很有道理呢 括号OGC 其实就是那个尺寸没拿捏好啦 括号烟 这个就是没拿捏好 没有可是你这样讲OGC又很好笑 所以你还是有拿捏好 所以这就是 你真的很可爱呢 括号OGC 你超变态的 你们如果不知道OGC是什么 你把他打出来就知道OGC在干嘛 然后往横 就左边往左头往左歪 你就知道那在干嘛 我以前蛮常括号做一些事 那你说说看你括号做什么事 我括号会抽烟 竟然会烟 然后我括号还会干嘛 你在什么情境下会说烟啊 我括号也很常 我很常在括号上跪下来 括号跪 哦 括号跪下 大概应该都还是会用吧 哦 我很常括号打认真 括号又认真 什么 你是在什么情境下说认真的 就是有 哦 有时候你夸奖别人 就比如说 哎 阿强你今天头发真的很 你的头发的耳圈染 真的很漂亮 括号认真 哦 我好像也有被你认真过 你会觉得我好像真的认真 对对对 我好像 你打一个认真好像就是 我在说这句话不是在嘲讽 因为如果 我只打 哎 你的耳圈染很好看 我一定会回你干你娘的吧 对 没错 对 哎 阿强最常给我的问候就是 干你娘 而且他的那个娘 他都会打错 会有点干你你 干你你 干你你 他会打干你你 那感觉就是很急 所以打错 对对对 然后他上次 上礼拜我忘了我讲什么了 然后他又回我什么 干你墙 这个手指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墙好像在那旁边吧 我很不容易按到 反正就是 对 我括号会用这样 小滴勒 我好像不会括号 肯定会在括号里做什么事 全形插滴滴啊 对 我这个人啊 我就是会插滴 插滴那个滴会很多个滴 然后我有时候会说 么 好么 好呲 哦 好么 就是那种我国小用的 我现在还在用 你以前吉思通时代很流行 这种好呲好吗 你以前真的都没有用过阔虎哦 哦 我不会是你们这种用法 我阔虎都用在说 心里的OS 哦 对啊就是啊 我刚刚也就是在心里重验 但我那个OS可能会有十几个字 哦 像什么 哦 所以你前面可能讲了十个字 你的括号里面也会有可能十到二十个字 就是可能你心里的OS比本体还多 一个是表面的 一个是他心里的感觉 那个括号会很长 哦 是比如说 哦 我有认真在听啦 括号我其实根本没有啦 哈哈哈哈 白痴相信我 这样 可以是这样吗 哦 是吧 对 但这样是不是 是不是有一个感觉是说你用括号包起来 其实你讲心里话好像比较无害的感觉 哦哦 嗯 你会觉得我好像只是在补充啦 我只是想说明一下 感觉是欸 对 就会怕有时候可能你 表面那个字不是那个意思 但其实我会括号讲说 哦 其实心里话是 我是什么意思这样 哦 那阿翔很常括號幹嘛 下跪啊 沒有沒有 幹你娘就是直接幹你娘 我通常就是括號跪一下 阿翔其實括號好像都蠻卑微的 你還為什麼括號打死我 不要理我 括號不要理我 你講我一句話 然後括號不要理我 阿翔其實是個能屈能伸的人 突然講出來 對 能屈能伸 我覺得好尷尬 他表白也有認真看我文字耶 沒錯 好吧 括號不要理我 對 我好像常會用這個 不要理我真的蠻常好 什麼在地上匍匐啊 然後 其實都是蠻卑微的一些行為啦 土下座 對對 差不多類似ORZ 好 那回到這個故事 所以剛剛這個是一個事件嘛 然後最延伸出他想到他高中的那個東東 的一個同學 可是我們本篇投稿女主角也挺酷的耶 就是他有這樣站出來 對 我其實聽到他站出來那一段 我好感動 出來單挑 對啊 我覺得好帥喔 可是大部分女生真的都不會做這件事耶 真的帥 對對對 就是還好他有做這件事 所以這件事才真的有點終止掉 嗯嗯嗯 所以就是也是說霸凌的 就是要跟他打回去 對 接受的霸凌 你就是要跟他互打 沒錯 互力互打 自己不敢打也可以叫滴滴打人 對 我們可以出動喔 但我覺得遇到這種事情就是要站出來 你想要怎麼打滴滴都可以做出來 不管是你自己選擇為自己站出來 還是我們幫你站出來 我們都可以 剛想到一個也是站出來的故事 哎唷 站起來 因為我好像國小 我想到我國小三年級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一個算是還不錯的好同學 然後那個好同學 他大概一天會摸我嘰嘰大概摸六七八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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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然後呢 他就一直摸 然後就是摸到後來我會覺得很煩 已經煩了 但也不是不舒服 就是很煩 可能有點舒服 但有點煩 你是覺得舒服但有點煩 沒有不舒服 完全不舒服 应该说就是说因为男生在某一个阶段开始 就是会在那边互相打鸡鸡 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 但是他的打有点超过太频繁了 可能没几分钟就会打你一下 打你一下 然后打到我很烦 然后后来好像有一次我不知道怎样在家里 我就跟我爸跟我阿姨告状 我就说那个同学他每天一直用我鸡鸡 我好烦哦 然后结果好像隔天我阿姨就很生气跑去找他 然后就直接跟他说 你不要再打他鸡鸡了 他就没有再打我鸡鸡了 哇欸帅耶 就是要这样站出来 对这个也是一个站出来 因为你刚刚想要站出来的那方面 我就想到对就是这样 对其实学生时代真的很容易被人家弄一下弄一下 然后可能对方觉得好玩 但其实明明就是心里有苦真的要说出来 对 就让我想到我 我幼稚人的时候就是长得蛮可爱的 就被一个班上的男同学 好像那时候是下课时间吧 然后烦我在等我爸 烦然不知道等谁来接我 然后他就一直烦我 他就一直真的一直知道我讲话还是怎样 然后我忘记我觉得很烦 所以我就拿欧富的防蚊液喷他眼睛 就结果他就送一 后来我妈还要陪个蛋糕给他 然后我还问我妈说你为什么要送蛋糕给他 我要吃那个蛋糕 好泼辣哦 小辣椒耶 所以那个欧富对你来讲是防蓝喷入的概念 太夸张了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站出来的事件 但可能会造成别人一些伤害 请不要用欧富喷人家眼睛 但这个蛮阿强式的处理方法 没有啊 不愧你是滴滴打蓝的小 我是用拳头你可以用道具 好所以是为勇敢的听众他最后站出来了 结果最后对方还是跟他要求加好友 那我好奇他到底有没有跟他加回去 没有啊 我觉得没办法 我觉得那一句一讲出来 你整个可怕的回忆会直接涌现 莫名其妙 就你最后还是想要得到一些什么 真的是欠奏耶 结论就是说话其实无关什么 哭胡笑 对啊 我觉得就是 参笑摸头 有时候跟男女之间 异性之间 或者是其实也不仅同性异性 就是那互动啊 还是感觉要get到对方的点 不然你怎么打 其实都是会造成别人困扰 我觉得基本上 很好的一个探勘方式 就比如说你先算好 你自己打的字数是多少字 然后你看回复的那个人 跟你回的字是不是差不多 对没错 你就能知道 这个女生到底对你有没有兴趣 没错 如果对 是吧 是 因为我也有看那篇PTT文 他的那个 他的话 然后跟女生回应的字 曾经有一个同事跟我说过 他是一个自称把妹大师 然后他有一个把妹三招 然后第一招就是 女生讲七分 男生讲三分 其实很有道理 完全呼应刚刚阿强讲的 就是说 你就不要一直讲你的嘛 你就让他讲 对 就是其实一方面是尊重 然后一方面就是让你 就是当个聆听者 其实会给女生比较好的好感 好的 那感谢这位听众的分享 那我觉得 不错 哦对 然后如果你不敢站出来的话 就是找滴滴大人 我们有可能学生价 对 我不知道多少钱 但是有学生价 我们还有那个 方文艺可以喷 这样 现在多了一个服务 不行我刚才不能这个 一个弹吉他一个拿方文艺一个出拳头 我们最后又要花钱去买蛋糕安抚那位同学的心 到时候会人才两师 感觉方文艺会造成一些太严重的伤害 可能不行 我们就是追求一个物理性的伤害 就是让他吓到就好 至少不会吓掉 对对对 不要不可逆的就好 好的 谢谢我们这位听众的来信 瑟瑟信箱环节 那马上紧接的就是我们的瑟瑟新闻了 好的 有请 所以标题叫做 住户傻眼 他飞机杯连社区墙上狂运动 警察来了还不停 一名年姓男子光天化日之下拿着情绪用品飞机杯 到万华区移动公寓的公共空间 将飞机杯粘在墙上就开始做活塞运动 附近居民见到后报警处理 警方赶到现场时 年南竟然无视警察继续做着快活的运动 最后被带回派出所移送法办 最好笑的是 年南到案后坦诚犯刑 公称因为小时候就住在这个社区 长大后虽然搬离 但至今都还会时常回去那里看A片 打手枪 这个故事就是这样 竟然收在这么温馨的地方 怀旧情怀的少中年男子 在公然 很屌欸 你们男生有为他做什么辩驳吗 就是你是会回到嘉义打手枪吗 回到我的故乡 香愁啊 烟 好烟 不用这样回去 其实你都这么累 其实不是因为工作 是因为台北家一晚饭 开始搭耐席了 什么啦 有什么好帮还有厌解的吗 这个没有欸 心理大师呢 哦 我就听到最后一对 好 姑且相信是真的 他不是说他喜欢那个社区吗 从小住到大 而且在那边看A片 有一种他可能是因为这个社区 而有这个性爱的这个想法 让我想到说 欸搞不好人跟人会有爱跟性爱吗 搞不好人跟社区跟物品跟动物 都有可能哦 我以前看过一个A片 有个男的他在干天鹅 但是无意中看到的 就是我朋友会一直疯传 我想说哇靠 这不行吧 它有一些动物的啦 但是所以我在想说 你知道艾滋币是怎么来的吗 就是有一个人去干猴子 对 虫动物吗 对那可能 这样相信之下 我觉得只是到社区这样打手枪 好像可以接受 请大家都回到你们原本的故乡做吧 你们不要去骚扰动物 对 你们来在哪都无所谓 反正这个被处罚应该也不会多少钱 真的 就是时间 OK啦 不要不要再搞动物了 求你们 而且他是把那个黏在墙壁上 我觉得这个 这个我光想画面 我就觉得很有趣 对 我觉得可以想象 但我在想他的心态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很宏观 就是说你看现在 他是把飞机杯 然后放在这个墙壁上 所以他想象的是 他在干这个墙壁 那再更宏观一点 他干社区 干整个 干建筑物 干地球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反政府示威 他在干地球 他其实是在 我觉得太 一为权 权为一 我脑袋要爆掉了 因为你在想他在干 一为权 抗议 社会不公 干地球这件事情 是对这个大地的爱 那你就会觉得 哇 他到底在想什么 但这真的很屌 这个 我觉得这个 也没有想要谴责他 我觉得你如果把这个 关于情爱的部分抽掉 你会以为他在做一个社会运动 如果他在干的时候 他甚至没看A片 其实行为艺术 其实是 你这么说 他的确在社会运动 他在社区运动 做爱心服务 懂了 小迪说 其实我觉得小迪刚提的那个动物系列 我是觉得比较难接受 就比较可怕一点 但是因为就这种无性类的 就是说干的东西是没有生命的 就是有人在干机车 好像我记得是台中的新闻 对他就是会去 我那时候稍微查了一下 就是有好像不知道是2017还2016年 然后就是会有一个男生 然后他会去 就是人家机车上面 然后去戳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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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就是发泄在人家的机车上面 对然后再延伸一点 我记得我更早以前有看过一个新闻 那我刚刚又查了一下 发现是2014年 我真的有看过 就是比女人还能激起性欲 因难乘雨700辆汽车做爱 看到汽车他就会受不了 就是我记得那个新闻还有图片 然后就看到他贴在一个汽车上面 而且他不只 那新闻有一个很屌 就是说他不只是汽车 他连直升机卡车 也跟他有亲密关系 他甚至有在停车场里面 就是跟一整排车做爱 是多批的概念 但我刚刚现在在看你说这篇新闻吗 他说他在小孩的时候 就对服侍金龟车情有独钟 因为他在青少年时期 服侍金龟车上让他失去了童真 所以其实也是跟 你可能少年时期的一些性启蒙有关 对 好像你这样说更有道理 对啊 说他其实有跟女人交往过 但女人并没有办法满足他 根本比不上这些四轮爱人 每趟抱着他们时就能感受到满满的能量 我在想他是不是感觉 把那个当下的那个瞬间 已经转移在一个物件上 对对对 然后所以他如果要开启这个开关的话 他就必须要是这个物件 嗯 是吗 突然觉得好像蛮有情怀的 比起上动物来讲 对 动物的话你就是真的只是为了要解决一些需求 这种是那种情欲的连结嘛 然后我好像有听过一些类似那种情欲的断开 反面就是说如果你在做那件事情 可能小男孩在房间考秋情 打手枪 然后例如说妈妈突然进来 还什么 你会吓到 然后可能以后开门还什么 都会让你那个幸运丧失 哦 反面的你知道吗 就是会断开你对这个幸运的连结 对 他们这个是在车子的时候 有这个幸运的连结 让他觉得哇 极致的体验 所以他就情感的一个转移 本次好有内容 想到有一个谚语是说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生 干我们又突然变回人员 记念了 我又帮大家带回来 色情守门员了 这才是我们熟悉的地方吗 对 这个是熟悉的地方 回来了回来了 我们刚刚一瞬间 一个高深的讨论 回来了 没错没错 哦所以我觉得很赞啦 那结论就是用这个礼语说 十年 忘记了 刚刚你讲什么啊 十年怕草蛇不是吧 不是 草蛇 十年怕草蛇 这么 反正就是被咬过之后就是 好啦反正就这样啦 所以哦结论 我们帮他带出了一个结论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尤其是这种时候也会像是 我记得我那时候 我在高中要去打工的时候 我都会听一首歌 然后我现在只要听这首歌 我就想到我高中要去打工走断的 就是走的那段时间 会这样 没错 所以有些东西就会把你带到那个时候 就停在那个时候了 哇其实很浪漫 这感觉可以排成一个电影 其实很浪漫欸 哇 对啊 就是比如说只要他一开始在那个社区打手枪 然后就会回到 哇塞 哇 很幻变 哇 哇 这不能说的秘密 就是想见你 然后过去 对 然后他就会找到他的初恋情人 他就是 他只要一靠 就会回到当下 不能说的秘密 然后想见你 都是这样 哇 哎 我觉得又高通 对 我觉得 我觉得 马豆会不会来抄我们这个 我们赶快把它注册起来 我们把这个剧本卖出去 对 把这个版权卖给马豆 就是你只要到一个户外 你就会回到那个当下 哎 可以哦 我太喜欢了 我太喜欢了 哇 强倒强倒 而且他刚好是在累积能量 能量 啊 然后就回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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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回去了 我断去啊 对 然后就回到那个 说到东西 这首歌 配放500的什么啊 我想 哦 这个可能要找到歌 你跟我们配合比较难 太空弹 太空弹 就要发射太空弹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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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回去过去了 哎 我真的 哎好 反正反正 我们把这个卖给马豆 对 我觉得 感觉可以 而且他还可以挂一个真实故事改编 超帅 就是根据本篇新闻 好赞好赞 我好喜欢这个题材 谢谢年姓男子 谢谢 谢谢 给了我们本周这个期开发 然后你就继续做自己的啊 没事啊 没事啊 回到过去的秘诀 没有要骂你 我觉得你做得很好 想回到过去 有可能 我觉得 真的有可能 我觉得这部片有搞头耶 尤其现在复古又 就是 其实跟少年阿滨 我好喜欢这种穿越剧哦 对啊 因为这种穿越都一定要有能量的累积 对对对对对 就像你回到未来 你必须要 偷那个中塔的店嘛 然后你要冲到一个极限 对对对 就过去 可能就是最后这个剧情的高潮提议 就是说 他可能回到过去的时候 然后就飞机被掉或破掉了 然后他就回不来 所以他就找到飞机杯 大概是这样 展开了一个奇幻冒险故事 我想说他回到现实的时候 是被移送法办的时候耶 请来在警察局 发现警察在那边挥手说 先生先生你在吗 然后就发现自己已经被上铐了 我觉得越来越有画面了耶 对 不知道有谁 不知道有没有摄影师在听我们的podcast 对我们可以来讨论这件事情的 反正我们也是要麻豆在找演员怎么找的嘛 对我们就创一个然后开始找 太赞了 摄影师请联络我们 粉专在这里等你 对如果你有拍剧啊 然后剧组相关经验 我们成真 我们一起来让这件事成真 而且我们就那个不过上传云端 我们路程烧成那个录影带 超吵 超吵最后只有三个人 就是我们三个 我们色色影业开张了 色色电影 这就是走向AV帝王的道路 好的结束了 那我们来到下一个新闻 好 那我们下一个 下一个新闻呢 就是 哦 其实不是耶 就是这只是一篇PTT文 在PTT版上的 然后标题叫做 讨讨论 低报职业 内文是 最近在交友软体上 认识一个在公家机关上班的男生 聊天过程中 不免聊到彼此的工作 后来偷偷去Google他 发现他低报职称 例如检察官低报成书记官这样 想问他这么做的用意是什么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耶 就是原来有人 会低报自己工作的哦 可是那到底低报耶 低报是怎样 是因为他过往 只要一讲到自己 大家就不会爱他人 我觉得其实 我看到下面有一个乡民留言 其实非常中肯 就是说 低报职业是骗你 高报也是骗你 反正都是要骗你 这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 他就只是不想让你知道 他真实的身份啊 就如果我真的是什么的话 我一定会包一下嘛 对不对 我不会让你知道我是 比如说我是公认师 我可能在交友软体上 假设我要骗你 我可能就会随便讲一个 哦 我觉得每个人的心态不一样啊 就有些人 比较正向的说法当然是说 我今天低报是因为 我不想要你因为钱的关系爱上我 但这是少数 但这是比较正面理想派的说法 但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 我就不想让你知道 我真实是怎么样啊 经理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原来是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感觉都没有什么高 高或低的那个 就是想骗了 其实只是因为骗 所以就雷点就是骗 只要他骗人 就这个就是出局 不断他的 难说耶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这种 虚拟的世界里 还是习惯会保护一下自己 不会揭露太多 我觉得这个模糊地带 对啊 哦是哦 我感觉是啦 像我已经不会在上面打我是哪里的 你不会打说你是工程师 我会打我是Google的 但我不是Google的 但我如果真的变成Google工程师 我就不敢打我是Google工程师了 我会打我是Facebook的 哈哈哈哈 但那个只是 对啊就是你 感觉还是有点危险吧 包装 会有点像 但是又不会很真实的 对对对对对对 我是这一派的啦 我是不敢在网路上公开真实身份派 为什么 我就觉得有点可怕 所以哦那你不会跟他讲你本名 不会啊怎么会 我本名叫 有道理耶 嗶嗶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这样 要怎么 那你在什么情境之下 你会就是给他 本名还是什么的 还是 哦 我是目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啦 但我如果思考一下 可能就真的 要变得很熟了吧 可能真的是朋友 真的已经变成 要准备 干你他妈真的是 干你这个人心机真的很重耶 没有 哎 哎 天蝎座 哎 天蝎 你的心有一刀枪 你的名字叫 高枪 阿枪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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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看你这个人真的是 天蝎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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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我跟你讲 我真的 明 Galva 不是吧 你这个人真的 哦 你们会直接在网路上说 你就叫 嗶嗶 可是这是 哦 我好像不会 不会吧 因为其实你如果是 交友软体认识的话 你们通常不太会 讲到真实名字 对呀 对呀 但是我好像 我也不会 去不讲自己在哪里工作 我觉得我都还蛮诚实待人的 就说我是在哪 但我就怕这种事会变困扰 因为你哪知道你跟他一定会 就是好拒好散 所以你这个人其实 如果要追溯源头 你并不相信交友软体上的情感 我愿意退出色情守门员 我每次都更加聊交友 对不起 是吧 追本溯源看起来是这样没错 没有啦 我对啊 终于突破他的心强 是吧 不然小迪你说看啊 你会隐藏自己的身份 或者是你做的事吗 对 我看好乱啊 我心思好乱啊 是吧 是不是被带走 我会隐藏 怎么隐藏 就是我不会明确的 我觉得因为毕竟在网路嘛 我觉得我不会讲 例如说 假设我念冯甲大学好了 我可能会说我念福大 会啥啊 不知道 你们干脆如果不要 都直接不要聊到这些呢 就为什么一定要 就如果人家对 有点 我觉得某部分来说 因为我可能在网路上 有些写一些文章 还是什么 对方可能找得到 我的所有内容 原来重点是因为 你们都是红人 所以其实是危险 可能没有 不是 没有到红人 但就是 你真的要小心 你是要小心的 你真的要小心 要提醒我要逼哦 我上次忘记逼 可是如果假如说我们 都先 就是小迪 你先抛开 你世俗的身份 假设你不是小迪 对 你现在就是 你是我 就以你的歌 你会 去把自己的身份 哦好 那回到这个高报 第一报嘛 我觉得 感觉两个观点 一个是因为 它是政府单位的 我觉得它可能 就像石稿说的 它不会想要警察 或是你不会讲说 我是警察中帐 没有啊 警察通常都一定会讲啊 警察都一直说 自己是警察 警察会讲警察 但如果你今天是警署中帐 你是警官 你可能不会讲了 哦你就不会讲 对 那东西太大了 你可能会提一报 想说讲一个 无伤大雅的 哦 对 因为通常可能 这些人会看到 哇 你是什么警察 不是啊 我现在不需要这个啊 我现在需要你 回归到你本来 我们现在是要 踢爆石稿 这个本人 他并不相信 交友软体这个媒介 你他妈跟我 我不在乎其他人嘞 你先说一下 我跟你讲 对你回归你本来 所以你问我说 在网络交友 我到底会不会说 对就假如说 你是一个 掩盖一下自己身份 你只是一个 就是普通职员 你也没有什么 特别屌的东西 你就是一个正常人 那你 你等我五秒 我打开我的交友软体 我刚好正在开 好 我们来看看你上面写什么 好开了 因为我想要看一下 我那时候在写什么 好 那我就照着念 大家好 希望可以在这边 跟大家 交交朋友 我是个乐观正下的人 自己 开生意 创业 我家里有一只猫 还有一个哥哥 还有一个奶奶 谢谢大家 你是真的这样 这是真的吗 啊假的 没有啦 真的啦 不是啦 你要相信我是真的 我们要踢爆死狗 该帽我逼掉 就是真的 我是好 我现在需要一些 这 到底真的假的 他会疯了 我跟你讲 在节目上是真的 但是实际上是假的 我抓到你的脉络了 你都会 我们看人家造假内容了 哈哈哈哈 我们是色情大柠檬 哈哈哈哈 原来这两个人都有厚厚的一道墙 我好累哦 欸不对啊 那你好 我们反过来问你 你会再教我让人家讲 你是交大的吗 我不会特别讲啊 但人家问了你会很 不是问你不特别讲 任我讲我会讲欸 是哦 我不会说谎 要是你 我是交大 我也会讲我是交大的 干不是这 操他妈 你干的老师欸 不是 啊 好了 节目结束 我们不要再弹道 好了 我觉得 我收一下 我收一下 反正 你说 阿强就是诚实派的 你会一无一时 他问你什么 你就会一无一时的告诉他 几乎是 就是你真实的状况 对啊 然后 我就是一个 我不会告诉他 除非我真的很 因为他不相信交的软件 百分之百 没有 不是 是我如果百分之百 信任这个人 我才会开始 真的揭露 对 那小迪听起来也是跟我一样 超他妈小迪一步 不知道啊 我刚完全没有听出来他到底是什么派的 我被他搞得混同转向 我是舍业派的啦 舍业派 实业派 实业是实业 你是哪一派哦 我应该也是不讲派啦 你不讲吗 我不会说谎 但我会掩盖 他会问我说 啊你念啊 我念大学啊 某个系 我不会讲到某个大学 的名称 啊问我做什么 哦软体业啊 这样 这样OK吧 还是因为男生 你们太容易发生一些不好的事 所以你们会小心尾上啊 好像也没有 可是小迪原来有这样哦 我以为小迪是 就是都可以 他没有在在意 是 就他感觉是很真实 我本来以为小迪是会跟我一样的 我没有想到他那么小心 因为我不喜欢讲一些 自己工作 或是太个人的 然后对方可能就会问很多 我就觉得有点烦 我想要去标签化 哦懂了 哎呦 我这个人想要去标签化 好高尚哦 我不care 我不care任何的那些标签或tag 我不会想要这些tag来吸引别人 或是说别人怎么来看我 或是想要欺骗 那我就是不选择去讲 我到底有哪些标签嘛 我就是一杯饮料 啊我是可口可乐 我还是白吃可乐 我不在意 对 我就是一个饮料 你好我是一个人 我人蛮好的 我们聊聊天 哦我好像懂耶 因为之前的经验来说 那我可能会聊到 就比如说他讲我的工作日常 这些都是真的 但是工作在哪里我不会讲 然后还有 就是他不会对应到 现实上的东西 但是除此之外都是真的 就是我真实的想法 然后我真实在做的事情 我真实遇到的事 但是我不会让他可以连接到 就是我真实这个人 我跟你说 网路很可怕的 要注意自己 没错 跟你讲个例子啦 哎呦好 跟你说个例子 我现在开始在自我检讨 你说 小叔要出现了 哎呦小叔 哈哈哈哈哈哈 小叔有在交友软体哦 我没有到 我小叔 我跟妳讲 我跟妳讲 我小叔有一次打电话给我 他说 啊你公司缺人吗 你公司有没有缺人 哦 我说呃没有耶 他说啊你公司在哪儿 我说呃就是在哪边附近 我不敢跟他讲地址 他说啊我等一下去公司找你 啊我英文也很好呢 我也讲英文的 英格里士这样 啊我要去应征这样 就是你懂啊 会造成一些困扰 哦哦 如果他知道你在哪儿办公或什么 所以原来你小叔到现在都不知道 you 职业是什么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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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他该防的是小叔 哈哈呵呵呵呵呵呵哈哈哈 不是这不对嘛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他不知道所有的细节 誒没有这是对的 我家族的人都這樣跟我說 哈哈哈哈哈哈 看好玩笑 看原來是這樣 對這就是困擾 就是你來說 這個人到底會做出什麼行為 因為你太多detail 很容易你各自就被賣掉啦 對啊 對 它有很多可以操作你的空間 不管是操作你的感情 操作你的 對啊各種啦 對 而且你講 怕怕 對啊 真的很可怕 你講你公司在哪 他到時候 你真的不歡而散 他去公司找你 你不覺得很可怕嗎 對啊 之前就 我之前不是有分享一個故事嗎 就是 有一個某公家機關的職位 然後到處躍跑 然後就有女生 女老師走上門 然後在辦公室大喊 請那個叉叉叉 射精機器給我出來 哦 對哦 我忘了把它剪掉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尷尬 尷尬 哦 我好像學習到了一點什麼 對啊 我覺得 一方面是說 你站在保護自己的角度上 我覺得是對的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方面 我覺得你可以想像 就是你 跟你聊天的那對方 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樣 所以才會有人 會被騙啊 或最後發現 欸 這個是美國的軍衣 結果突然間變成一個80歲的阿伯 對 對啊 其實都是這樣來的啊 但我覺得 保護好自己 保護好自己好不好 然後 你也要想像 對對方可能也不是你想像中的那樣 我沒有答案耶 我現在沒有答案 我現在到底要不要相信交友軟體啊 你沒有把我搞得好亂啊 我風向現在很亂耶 我現在不知道 我現在聽起來我不敢玩交友軟體了 花花世界 不必當正 萬一遇見小書這樣的人怎麼辦 哈哈哈哈哈哈 我也說英格里斯拉 阿翔現在陷入整個全新的狀態了 沉思了 我陷入了耶 你是不是覺得我們剛剛講的都很有道理對不對 很有道理 但我在想說 那這樣到底要怎麼進行真誠的交流 就是因為當下你是真的 哦 我覺得就是 享受當下 操他媽這什麼渣男語錄 好結束了 白馬飛馬論 啊 哎呦 白馬馬力行 白馬到底是不是馬 嗯 白馬是一隻白色的馬 還是他是馬 沒有你點上網去找 白馬飛馬 我們今天討論到好多好高層次的東西哦 所以白色的馬 是馬啊 那為什麼白色馬是白色馬 那白虎是老虎嗎 我X你娘咧 我喜歡你這個反應完全重 哎 對就是這樣 對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們要探討一些就是也不知道在講什麼東西 但反正我覺得 我覺得阿強不用失去信心啦 但是我覺得保護好自己是重要的 你的心有一道牆 我們的心都必須要有一道牆 郭靖 哦 好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稍微回顧一下今天聊的嘛 其實我覺得都層次蠻高的 一個是社會運動嘛 對 馬鬥 然後還有我們的一個全新的劇本誕生 對 這個科幻穿越劇 他在穿越的過程中穿越了 我覺得又搞頭 我真的覺得又搞頭 我邊穿越 欠缺投資者 對 可是不能像彭恰恰一樣搞到負債良益 感覺會這個 所以我們很喜歡攻擊別人 一直在傷害別人 對 這個穿越劇非常的棒 他穿越了 好然後再來就回到在交友軟體上面 就是 對 我們還是要保護好自己 然後阿強現在還是很痛苦 Mind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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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的 那今天我們的節目就在這個 城市阿強的白馬飛馬之中告一段落了 對 希望 這支節目有幫助到大家去思考一些事情 然後要保護好自己啊 對 不要哪一天自己被賣了都不知道 好的 小心 小叔就在你身邊 呵呵呵呵 希望聽眾可以來留言告訴我們 白馬到底是不是馬 呵呵呵 還是白馬是一個山莊 白馬山莊 哈哈哈哈 喔有白馬山莊 還是白馬是 有有 我家附近有 很有錢的那個白馬 兩斤看集裡面那個 他叫白馬嗎 他叫白馬嗎 他叫白鳥栗子啊 哈哈哈哈 他原來是白鳥啊 對不起 沒在看動漫的我 那本集的節目就即將告一個尾聲了 大家還有什麼想法嗎 大家有沒有什麼結論 對於今天我們討論的東西 小迪你先好了 希望聽眾可以告訴我 白馬是不是馬 呵呵 哈哈哈哈 拜託 欸對啦 希望大家來留留言 跟我們互動 好的 以上話題 好那阿強 來吧來吧 阿強 我想到之前有一次思考 有一篇動畫片 一個小時的動畫片 把它當成連續劇在看 就不是一次看完 他每次看十分鐘 十分鐘 他畫大概兩個禮拜看完吧 然後我那時候就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享受一部動畫片 你就是要一次把它看完啊 他就說 阿動畫片不就是這樣 對 我就是想讓你知道 他是一個多麼惡劣的人 哈哈哈哈 剪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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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一定會留著 阿不就這樣 阿不就這樣 沒有 動畫片 就是是藝術啊 你必須要在一個半小時內 就是把它看完 對 我懂了 尊敬 尊敬 我有檢討了 我後來都有看完 屁咧 你才沒有 你後來也沒看動畫片吧 是 延 括號 延 說不出口 延 括號抓頭 括弧插頭 好啦 就是 WWW囉 好的 那各位 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先到這邊囉 那 喜歡我們的節目 可以來給我們五星好評 那如果我們節目 有得罪到你 拜託原諒我們 對 突然間 八脫八脫 請原諒 請原諒我們 旺旺 得罪的人 一定是時告得罪的 唉唷 是我嗎 唉是我 可我今天好像也講了很多有了沒的 我很抱歉我在這裡 指名道姓都是你 哈哈哈哈 只有你會在那邊 補下座 呵呵呵 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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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柚子對貓有毒啊 因為不是會有柚子帽嗎 然後所以就是有些人好像會覺得 放在貓上很可愛 但不可愛 嗯 千萬不要這麼多 這是科普 對 沒錯 喔 然後柚子的皮啊 就是你在播的時候 喔 好 剛講到這個柚子 這也是一個小小科普啦 但是我不太確定大家會不會遇到 但我自己遇到一次 我差點痛死 蛤 就是柚子的皮的那個油啊 它裡面就是有一個成分 叫做什麼七分類的 嗯 然後這個成分你只要碰到 就是紫外線或者是陽光 它就會在你的手上就是會有點灼傷 然後你手會出現那個咖啡色的斑點 嗯 然後會引發就是那種類似皮膚炎的東西 就是會非常的刺痛 啊 所以情境是說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吃過 好可怕哦 你吃完柚子 你不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吃柚子 你必須在一個陰暗之處 你就是柚子的皮 你撥完就是要去洗手 你不能讓那個皮在你手上 然後你又去照到一些日光啊 然後或什麼的 因為它就會開始侵蝕你的手 那你是在什麼情境下發生這件事啊 喔 就是我有一次吃完柚子 然後我就因為柚子 你把柚子皮折起來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它那個柚子油的汁會噴起來 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玩過 然後就一直玩 哦 然後因為一折它就會噴起來 一折就會噴起來 然後我就玩得很開心 然後我就玩得整隻手都是 然後我可能玩了一個小時吧 然後後來我的手就是照到太陽還怎麼樣 然後它就開始侵蝕我的手 我整個手變成咖啡色的 然後一點一點一點 然後超級痛 我那時候痛到我想說我會不會去了 我跟你說 不會有人發生這件事 喔 真的嗎 原來快樂這麼簡單 一顆柚子玩一個小時 不會有人玩一顆柚子 奇怪了 我跟你講 不可能你們都沒有遇過嗎 有些人玩速度玩15分鐘 你玩柚子玩一個小時 因為玩到我整隻手都是 就受傷了耶 我後來還去看醫生耶 然後後來才知道 喔原來柚子不能這樣子玩 好了 就是 那我滿想玩玩看的 欸你玩玩看 真的我覺得你體會到 你就會知道我說那個痛是什麼痛 就是很像你手受傷 因為阿翔現在很苦惱 所以他一直摸頭 現在我看到他那個髮圈藍的顏色 唉唷 耳圈藍 你還講髮圈藍 你還講錯 哈哈哈 老人嗎 老人真的不知道 好的 今天獲得兩個柚子的知識 我覺得大家都要注意 那尤其是貓貓這個 就是大家不要殘害貓貓 因為其實 你要講柚子 尤其是手的這個 喔手 手真的很痛啦 但看起來你們都沒遇到 我好像 好奇怪喔 奇怪 聽眾都沒有遇到嗎 請各位聽眾來說說看 我期待有人跟我回應說 他有玩這個 對 如果你有玩 然後跟我一樣痛的話 我送你一個小禮物 好的 就是這樣了 沒有 小 運行小提醒啦 用我自己的小經驗 請大家不要做這種白癡的事 大家中秋節快樂 中秋節快樂 各位下禮拜見 掰掰 他們聽到的時候 連假已經結束了 其實是很痛苦的時間 喔那就希望我們的節目 可以陪你就是 我們禮拜二晚上上嘛 然後禮拜三 你剛好很痛苦的時候 聽到這樣的故事 你可能會覺得 沒有啦 你就在隔天上班時候 偷懶聽吧 哈哈哈哈 可以 可以的 陪伴你偷懶的好師 耳機插上去 進入色情守門員的世界 白馬飛馬 掰掰 白馬 白馬 是白色的馬 還是 馬 新騎白馬 照沙瓜 欸 對 阿強你唱一次 對 阿強很會唱這首 阿強之前 我們一直叫他表演唱這首 大家聽眾 你們可以聽聽看 我們也從來沒有 糾正過他 但大家聽聽看 他到底 有什麼問題 沒有 我沒有要唱 欸 阿強唱一下 拜託 我給你50塊 好 我要回過去 我先走白馬 照沙瓜 我 腳去 我就不會唱了 欸 就這樣嗎 我忘記後面怎麼唱了 我記得你之前會唱整句 喔是喔 這樣只能給25塊 等一下 我升起白馬 你可以磨進歌詞網一下 我先走白馬 照沙瓜 我該 還 所以 有 回 中 晚 再來再來 再來 我就 怎麼會這樣 我記得我之前只會唱到這啊 喔好 非常地棒 就這了 對 沒錯 這就是阿強版的 非常的棒 這是我 中晚 對 這是我聽過最喜歡的版本 中晚普渡 中晚大學 中晚 中晚大 中晚 中晚 中 中晚 司馬中晚 好啦 大家最近 恐怖喔 恐怖到了幾點 哈哈哈 司馬中晚 司馬中晚 這個蠻條的 不錯吧 哈哈哈 不錯不錯 司馬中環 念 中晚大學 中晚大學 哈哈哈哈 恐怖喔 恐怖到了幾點 台語這麼難 大家再見 好的 大家再見囉 大家下禮拜見 拜拜 括號 嘚嘚